所以进入到天道章 人如果能够真的把那个情字 你给它播放掉 尤其对你我修了一段时间 身外之物我们没有贪得 可是那个与生带来的情字 那个挂碍那个执着很难放掉 那一旦放掉以后天道章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看待事物处理事情的方法 比较来的没有任何的缺失 因为你的角度辽阔了 你不再是我正面看着你 我看的是你前面的五官 我反一个面我看的是你的背影 从左侧从右侧从上面从下面 看的角度不一样 得到的答案不一样 老天为什么能够对于一切有情众生的善恶 他做最后的决断 他有权利去惩恶扬善 因为老天看事看物是很周全的 时间上没有格 过去跟现在跟未来 他是连之一贯的 我们有格 我们看得到现在看不到过去 我们看到眼前看到他的背后 所以我们不要忘对一个人下评断 你觉得他不好 用适当的方法去影响他 就像我觉得那个同修道办 太喜欢发表意见了 你讲太多的大道理 他未必能够收受嘛 很简单嘛 让你自己承认你是说的比做的好 拍个工作给你 吓到了不敢 为什么不敢 你这么会知道别人 就会想说会想做啊 你自己承认就好了 我说你现在才知道 你在主持大局 跟你在旁边纳粮看几行事 它是有差异的 我们在家庭里面 我们在道场里面 在职场里面 你都看一看别人 任何一个人在运作事情 都有他的为难之处 每一个人做事都求尽善尽美 他为什么不能达于尽善尽美 他有心学好 有心求好 为什么达不到 他的能力不足 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 存在的价值是 脱底补肉啊 王富翁言行录讲啊 你哪一个地方有强助 你去不着痕迹的去补他的肉 后学是后来才理解这个道理 早期不是早期也是吉言利涩 就批评人家 那自己又做了多少呢 没有啊 所以我说道理明白 看自己 关照的功夫就越深了 你减少错误的机会又多啊 所以天地万物多么分长 天为天理地为地理 事为事理物为物理 你要光研究一个事理就很难啊 每一件事情大大小小 做的方法不一样 你看开车 开车要聪明啊 那个开车聪明的人 有没有 他这个方向感太好 他走到哪里 他知道哪里 用最便捷最安全的地方抵挡 像我们没有方向感的就出问题了 永远只会右转啊 去的时候右转可以 出来再右转有没有 就你要回去的地方 就永远到达不了 所以人都有所长 那我们在自己的自信 没有复兴之前 我们要靠着后天的学习 研究道理是一个工具 工具的目的是在于 挖掘自己内在没有的妙智慧 那个智慧出来以后 天理 地理 事理 物理 人理 你就无一不知晓了 《楞严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说了一句话 圣人是不打妄语的 圣人无我怎么会夸耀自己呢 他说天下的雨水 当下一个时间降了几滴雨水 从哪里降下来 渗入到哪一块土地 流到哪一个小河大海 最后从哪里蒸发 又变成一个雨滴 佛陀说我稀知啊 各位前嫌 现在科学工具这么厉害 去问问看 哪一个科学家会知道 这样下雨有几滴雨水下来 也不过就是累积了多少雨量嘛 可是佛陀知道 那样的一个智慧我们也有 那为什么现在啥也不知道 无名覆盖嘛 所以这一段天道章是强调 人如果能够复兴 这才是自本自策 这个复兴以后 你没有什么东西不明白 所以有道卿刚好这两天也问后学 他真的复兴以后 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吗 我说相信我 这是佛陀说的 佛陀没有打妄语 佛陀在2700年前就把地球的形成 把人类的一个起源 把社会结构组织的一个形成的一个次第 都讲得很清楚 也预言了在末法时期 正法向法末法 人心的变化 牵动到外面生活环境的一个巨变 佛陀2700年前都讲了 现在2700年后科学发达 我们看跟佛陀讲的一样 然后我们再看现在环境发生的事情 2700年前佛陀就预知了 也不过就佛陀所说的 真实的掰上这个舞台 演给我们看而已 所以佛陀都知道 那不是含天文地理 事理物理无所不尽之吗 因为他的先生是一个科学家 学历很高啊 我真的这样引导他可以吗 我说放心啦 一定可以的 因为有经书做印证啊 所以庄子曾经讲嘛 通于一而万事必 假如我们每一个人复兴于道合 道无所不在 道无所不知 道如同你的眼 道看到的你都看得到 代表什么 代表你也有那个智慧 都有圣不争烦不减的智慧 就是欲望太多有没有 就变成从无所不知 到最后一无所知 天道这样讲 不出乎知天下 不亏有见天道 不出乎 我不用走出这个大门 我就知道天下的一个变化了 我不用打开窗户 其实天道跟天下一样的意思啊 我就知道现在外面是什么样子 那么我们都要 我们说要走万里路啊 读万卷书啊 行万里路啊 要增广见闻啊 结果我们不是常常在行万里路吗 坐飞机飞到哪里啊 然后在某一个名圣古迹前面照一张相片啊 那个地方你都去过了 阅人也无数啊 但是该上当该受骗的照上当照受骗啊 如果故地要从游找不到那个地方的 也大有人在啊 那圣人不用这么浪费时间啊 把私欲尽尽 天下国家大事 辽罗执掌 还有比我们举起手 看守掌文更容易的事情吗 可是当时的诸侯国 守敬求远 简单的是他不做 就在外面强兵独武 耗尽国力 也难免国破家亡 那么我们现在是民主国家 我们就把这个义礼放在我们身上 该收心了 不同的时节因缘 不同的生命逆程 我们年纪不一样 你站的位置不一样的时候 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 你站在哪一个位置 你面对的是哪一个时间 你要知道我现在该做什么 30岁的人把道用在生活里面 用道来经营他的五轮关系啊 我们要用这种方法去引导年轻人 那么才会有道化的社会 不是把年轻人弄的有没有 人养马翻啊 今天开这个会 明天开那个会 大会小会一大堆 从来没解决一堆没有解决事情 下次再开会 我常跟我张兄讲 他每次都跟我讲 我明天要开多少会多少会 我说哎呀 你每一次都跟我谈这个 从以前开会到现在 好像哎呀 下次开会就是解决这次开会的问题啊 然后第三次开会解决第二次啊 年年如是啊 如果你把凡间的这一套 社会知道拿到道场上 方向是错误 不同的年纪 有不同的修道的东西 要保持他的道心 要让他感觉到道的受用 所以必要的班级要餐 必要的道物要去承担 多半的时间告诉他 你的道理要奉在生活当中 放在生活去做结合 要不然读了那么多天文的经书 要做什么 他道性就不会退 有一天到了50岁 要入囚了 家庭的负担少了 孩子都大了 他跟我们一样了 他就可以全心的去走进道场 而也因为那段时节 他没有离开道 所以那个道性是越来越坚强的 又因为他实际生活跟道合为一 所以他不论做讲师做帮办道物 他的出发点都没有离开道 那这个路就宽广 如果一个道场里面 年轻人的路都越来越宽广 他道物会不兴盛吗 这是后学的想法 我只管我自己 我的欲望有没有越来越少 我的贪得无厌之心 有没有越来越多 我一件事情看不透 不要怪事情难 是我的智慧没开展 所以人如果 其出迷远 其知迷少 但同意讲一句话 佛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只在乳心头 圣人讲的都是心性的毅力 所以如果你要往外面去追求东西 你追求的越多 你离这个道就越来越远 我们对于身外之物 太过于着重 竭尽全部的心思去追求 到老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所以七十八十 钱财真的要放 我给贪一块 我说你要给贪一块 是要做什么 我也有当时 有时候可以拿来布施 我说你如果贪十块 你要布施多少 不敢说 所以你看我们 为什么天天讲 我们在念这个愿唱文 自信佛堂不要颠倒错乱 如果在每一次念的时候 念完了磕完头 静下心来想 我今天有颠倒错乱吗 我们都用一个 很堂而皇之的借口 赞美化自己贪得无厌之心 假如我们自己不觉悟 谁敢当面戳破你这个谎言 那到老都活在自己的谎言当中 那害的还是自己 余天是无损的啦 因为来生你就站在这个谎言 人的前面开始另在人生的旅程被揚 所以圣人不行而知 凡夫的人认为要出户亏庸 才能够对外在的事物 多多少少大大小小 有所理解 圣人不做如此想 圣人把自己修好了 他没有欲望 他跟道合 他逐步出户能知天下事 很有名的就是诸葛亮嘛 对不对 未出茅庐三分已定 你不要跟我讲 他讲的是政治大事 如果没有他 何来的刘备安邦定国 在那么群雄涌起的时候 那有一些老百姓 真的没有安身立命之处啊 不过也是刘备建立了一个蜀国 才让那一方的老百姓 可以什么 可以安安稳稳稳的过生活啊 那刘备为什么这种聪明 所以难怪他死后 有没有 人家可以去位列这个所谓的先位啊 曹操也很聪明啊 曹操的聪明 大家也都知道啊 可是曹操在哪里 他错用心思啊 他的聪明是拿来什么 谋一己之私 诸葛亮不是 很多人要严请诸葛亮出山 他不出山啊 你不是他要侍奉的那个人均 他不要啊 所以刘备要三次去啊 他看出你这个人 是不是真的像坊间所传送的 刘皇叔的心量宽广理贤下世 我测验三次你如是 那么我就全心全意为你付出 到最后刘备死了 诸葛亮有没有 担惊截律的去辅导那个 那个阿斗 你说啊呀 那个明知他要王 为什么不娶他而代之 那刘备如果娶阿斗而代之的 请问你 不是 诸葛亮如果娶阿斗而代之 那诸葛亮就不死吗 这一些观念都错误 他知道还能做多少 他就做多少 但是所有的做不要违背了良心本性 所以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多么让人感动 那我们的天然师尊 在要归空的那一天 中秋的时候 不是宴各祖宪的老前人辈吗 他也讲过嘛 后会有期嘛 他也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啦 他很清楚啊 他有在那边悲伤讲一大队 替事纵横 各位前人都是情绪的作用啊 后会有期 多漂亮 等觉入涅槃流 妙觉出生死海入涅槃流 妙觉出涅槃流入生死海 我必再来 趁愿而来 我们也必再来 为什么 待悦而生 想要不悦而待悦而生 活着 习性多改一些 心性多明一些 你也可以趁愿啊 所以圣人 足不出户 你面扫干净了 他就天下是无所不知了 所以为什么能够足不出户 看天下是无所不知 这一段话解得很好 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憨山大师的一个注解 他说 善观天下者 以义理观天下 义理天下万事万物的本源 天下的一个变化 没有离开这义理 那这义理很简单 我们都已经耳熟能详 这义理是什么 不论看天下看国家 看家庭 他都没有离开 邪举之道啊 己所不欲 物失于人 人所欲 物强为己有吗 这个跟那些的诸侯国 不都一样吗 你这些上位者 如果知道 你真的通达这义理的时候 天下一切有情众生 都不希望自己的生活 处在一个颠困潦倒 都不希望自己的家庭 所谓的父王子不存 没有一个人喜欢这样子 你自己不喜欢 你就不要加到老百姓身上 你不要加到老百姓身上 你就不会穷兵独武啊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将心比心啊 我们如果真的拿这句话 都能够设身处地 为别人着想 这个就是道心里面 同理心的一个显现 所以诸佛如来 弃而不舍 度化众生 就是这一个同理心的展现 每一个人都喜欢 离苦得乐 他没有离苦得乐的方法 他不知道如何入手 所以圣人肩负 教化人心的责任 他不厌其牌 来人间去度众 这就是邪举之道 那这一礼在哪里 没那么深的啦 就是邪举之道 夫妻对应 要不要邪举 两代之间要邪举 朋友要邪举 道场要邪举 下位者挺会 领导者的一个什么 一个辛苦 这个领导者 未必是前人 是点传师啊 每一场道物 都有一个专门 发号施令 统筹的人嘛 他多半都是讲师嘛 那不论是一个人 只要在筹划事物 你能够设想 他的难为处 我就尽量去配合啦 那这样子 就不会辛苦了嘛 那人能够处处 为别人去着想 就是无我的展现了 这个叫做毅力啊 所以多么浅显的一句话 就把那个圣人 不出户知天下 看起来很玄妙无比的事情 就解决了 所有人和五轮关系的 人不合 文因就是出在于 没有同理心啊 你没有同理心 对不对 你跟任何人去接触 都会产生冲突的 因为你要强用自己的意识 灌注在别人身上 别人当然会反弹 所以这义理很简单 问题要能够通达这义理 还要做到这义理 不就是思域静静 天理流行吗 所以不见而明 这个不见而明 就是呼应前面 不亏庸见天道 这个见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就这个东西有一个像了嘛 那道是无形无相 可是道浅身在万物的一个身上 万物有形有相 有形像才能够赋予它名称 我们知道玫瑰花 有一个玫瑰花 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叫玫瑰花 一个仙人掌 这个是猫 那个是狗 有一个物的形状 就可以赋予它一个名称 所以先有名 先有像才会有名 可是我们有名以后 我们就被名字给左右 所以一听到那个名字 所带来的意思 有没有 我们就开始 感觉不一样了 谈到钻石眼睛发光 谈到鬼有没有 心生慌乱 谈到西师很羡慕 谈到东师 你怎么可以这样称呼我呢 一致之差 你的感觉就不一样 这不都被名像所转吗 如果你知道凡有名 就是有一个物 有物就是有像 那释迦牟尼佛说 凡所有像皆是虚妄 你会被虚妄的事情给影响吗 就不会嘛 所以不断的在各教的义里里面 去破自己的坚持 那为什么可以做到 圣人能够不亏庸 不亏庸可以见天道呢 他不用打开窗户 就知道天下的变化 因为很简单 天下一切有情众生 从哪里来 同一个老母的分化 都是一灵 道生万物 刚刚讲天为天理 那再人为信理 都是一个信理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 万物源出于一处的时候 我们见相见性 我们对人的富贵 贫贱的那种分别心 就可以彻底的把它敏出 就不会西瓜挖大饼是不是 西瓜喔 没关系啦 反正我的台湾话的 不正确不标准 早就已经文明保光烧心了 所以上我的课就彰显出 你们的语言的天分啊 这么不标准的发音 你们都会知道 他要表达什么 我都不用动用翻译了 以前都还要请翻译的 现在都不用了 表示在不间断的学习以下 各位浅贤 浅尝的智慧 已经开始起了大用 见相见性 我们就不会有强烈的分别 然后见到典传师90度 讲师45度 谈主有没有30度 再往后呢 看到一般道清 那有搞什么关系 有看好像没有 那就是直立的一条 那请问你 从典传师到一般道清 胜不增烦不减的是什么 不都老母的分离吗 老母的分离 连那个给我们 这个所谓的性的源头的人 都不弃万物啊 那我们怎么敢 明明知道万物源出于一处 你还有那么多的分别对待呢 就不会有供高我慢 所以这还需要打开窗户才知道吗 各位前仙 我们坐在这边也没开窗户啊 这个道理不都已经耳熟能详 之所以耳熟能详 是因为他不是第一次知道 所以道学不断的积累 我们才有往里面进化自己那个能力啊 所以不为而成 正是不出户 不亏庸 不为而成都是形容 这个德性厚制到极点的时候 跟道合了 那么天道地道的无为 行不言之教 教化那些有情众生的能力 圣人身上就肢长出来了 圣人与道合嘛 一开始讲清静章就讲嘛 圣人笑天法地 言行举止与道合 所以他在在处处走到哪里 不知不觉里面 就把他里面的德性行诸于外了 他关心别人 我仔细有看过 我举我们王经理 他对人的关心是很自然的 很细腻 一句话讲出来 一件事做出来 与对方有意还是有伤 他了弱指掌 所以不会说你觉得很难堪的话 不会做让你很痛的事情 他知道我爱吃 我举个例子 这是实际的例子 佛堂东西都 你要不要带一些回去 不是说 以后大家都要 我只是举一个浅胆的例 他知道你这个人的问题点在哪里 我用什么东西去教化你 那我们就有在学 透过一个动作我们记起来 记起来以后 我们就学着 把好东西跟人家去分享 这边要提醒那个玉莲 下次家里的柿子再带一些过来 因为我分光了 我只家里剩三个 所以还要继续分过来 如果没有就请王经理 连缘一定有 带过来 这样讲好像不太对 我怕我一下台就忘掉了 跟大家开开玩笑了 我们从前辈子教的身上 就是告诉我们 在我们能力范围能够做到的前提之下 可以为人家去做的 我们不要另习一己之力 就像我们苏联去养山上的那个小野猫 我觉得很对 碰到了我就养 我没有碰到我也不需要特别跑到 我一听苏联要养小野猫 我也跑去找一只小野猫 不用 他是在每一天来回的路上看到了 我就带一些食物给他 碰到了 就什么 方便的一个什么 一个得用 不要刻意翻棍千山万水 去找一只猫回来养 各位一定要厘清这个奋纪 所以不为而成 就是呼应大学那句话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为什么 因为君子在格物置之 诚意振兴 修身方面做好了 所以能够齐家感化家人了 他的德性已经厚到大德敦化 可以影响更多的人了 所以我们要做到不为而成 能够学习大道的一个尊贵 没有任何的一个有心的作为 那个德性就能够往外去散发 去帮助我们 达到我们想要做的那件事情 我们最想要做的就是 成就我们的家人 齐家 眼前最想做的是这些 那就请记得厚自己 得要厚 所以改自己的脾气毛病 检查自己的行为的缺失 一定要无为不自 只要我们得日积月累 各位前显 人有善愿天必从之 我度外面 我也要成就我自己的家里 所以我们总挂在47章里面所说的 通一则万事必 那如果以我们一贯道弟子而言 一不是一个阿拉伯数字的代表 一是万物的一个启头 我们如果知道 一切有情无情众生 他的来源在哪里 我们就能够安排自己这一生 你在行进的方向 而不会被身边的那些的风花血液 把我们绊住脚步不再前进 让我们流连忘返 然后就忘掉了自己 来到人世间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哪里 可是凡夫俗子 要能够达于一通于一 我们做不到 各位前显 你不妨回头去想 当年你求道的时候 你真的觉得道很尊贵吗 你真的听前辈者讲 一归于何处的时候 你知道一归于何处吗 应该不知道 不要说你没求道 不知道 求了道以后 你还是不知道 所以你求道以后 一定要三不离 透过三不离不断的研究 把当初我们在迷糊状态之下 我们所得的那个道 我们了解清楚了 我们才能够落实在生活里面 所以真的要缩减自己摸索的一个时间 那么第一个 一定要找名师 先求道 知道在这一生之内 何者为真 何者为假 那真从哪里而来 我们才能够落叶归根 根在哪里 是不是 然后求道以后 要去修 修就是先寡人欲 那在寡人欲的过程里面 你还要不断的反观内造 当我们反省的功夫不够的时候 他就代表我们的业力很深重 他就代表我们的业力很深重 讲这样子一句口白 可能听的人都有一点不太舒适 可是这是我在读大善起信论的时候 马明菩萨 综合采迦牟尼佛百步波罗经 他点出的一个事实 他说修道的人 他过去生的机修的功夫不一样 造作的业力就有轻重厚薄之不同 当他业力重 当他无名厚 他在这一生行进修半道的过程里面 他遇到的障碍特多 而且因为无名众道理不明白 他就容易道心产生变化 他的道心遇到外在事物的创级 会日渐薄弱 这就是点出一个事实 当我们遇到任何挫折 会冲击到我们对道的信心的时候 你第一个要告诉自己 我的业力现前了 绝对不要把自己遇到的一切的困境 归注到外面对我的不公平 那这样子你就永远没有 消冤解液的机会了 我知道障碍从哪里来 不从外面 从我里面 而要有这种知道的功夫 就是你回观反照的要很强 所以越来越重的人 小人不见己过吗 那君子呢 常见己过 所以指路 闻善则败 大雨 闻善则喜嘛 你看圣贤之流 在面对别人给我们建议的时候 他的心态就不一样了 他是正面的 他是良善的 可是我们一般人 你可以夸我 你可以捧我 你不要说我 你不要说我都不好 你凭什么说我 你又比我好多少 我们就会这样想别人了 即便口巴不 嘴巴不说 心里面也会在想 然后那个表皮啊 就皮笑若不笑了 蛮尴尬的 然后一转身就开始骂了 你又有多么高峰亮节 几天就是在那里说我 对吗 说百人 所以这个当我们有对听闻别人给我们规劝 我们有那种愤愤不平心的时候 各位前嫌 当下那一刻 我们是跟小人 比肩而立的 所以眼前我们常讲 我要学圣人 不要学小人 那有没有让自己二六十中 在心念上 不知不觉 落入到小人的那个区块 所以谈修道 没有很难 求道以后 不要舍尽求远 道在咫尺 把自己的心给净化了 行为端正了 各位前嫌 你就能够见次 品味出 那个道的一个尊贵 道的法喜 就可以落实出来 所以才讲 君子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你不能读三教任何一部经典 你都得到共同的一个启示 反省之后 过在我不在别人的身上 那修道为什么容易修 因为我可以做我自己的主人 我决定我自己要不要改 所以当发现过错事要由自己一力承担的时候 你往里面去调整不是容易多了吗 你能管别人吗 所以过去没有修道也听过一句话 叫做山不转路转 路不转人转 那我们现在不用转 你不用转身 你转念就好了 所以谭经才讲 不假 宜不宜 西方在眼前 弥勒净土在哪里 礼天在哪里 阿弥陀世界在哪里 诸佛如来到底离我有多远 释迦牟尼佛说 你研究经典 发现宇宙十方里面 佛陀的净土 无量无边哪 但是所有的净土 为其心境 则浮屠境 当我们的心 去化的习性 然后净化的丙性 其实所有十方净土 都是一颗真心的显现 你就那十方净土 与我一己之身了 于是道创生万物 老母给我们一点灵光 老母就跟我们合而为一了 所以圣经也说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忏悔 你每一天祷告忏悔 跟外面十字架的上帝 忏悔吗 跟耶稣基督忏悔吗 不是 向我们的自信 老母忏悔 所以你用默想的 或者用什么 用这个思维的模式 只要整理出自己的错误 其实那些 忏悔的医生 那么老母 诸天仙佛都接收得到